2015年的巴萨有多恐怖 塞浦路斯冠军希腊人竞技 核甲冠军阿甲克斯 英超冠军曼特斯特城 发甲冠军巴黎上日尔曼 德甲冠军拜仁慕尼黑 一甲冠军尤文图斯 西班牙超级杯冠军比尔巴尔竞技 欧联杯冠军塞维利亚 亚冠冠军广州恒大 南美解放者杯冠军何床 这一年巴萨通杀全球十大冠军球队 将全世界的顶级豪门都尽数踩在了脚下 欧冠小组赛 巴萨双杀塞浦路斯冠军希腊人竞技 双杀荷甲冠军阿甲克斯 以小组第一投名出现 欧冠淘汰赛巴萨更是志不可大 首次曼城脚踩巴黎狂斩败人屠杀有文 巴萨连面四大顶级联赛的冠军 登顶欧洲之巅 含金量堪称史上最高 西外亚国王杯巴萨双杀西超杯冠军 比尔巴厄竞技 成为了国王杯的新霸主 欧洲超级杯 巴萨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进球大战 加时绝杀欧联杯冠军塞维利亚 成为了欧洲足坛的王中之王 市巨杯上巴萨大胜宏大 朱砂河床 一口气灭掉了亚冠冠军 南美解放者杯冠军 登顶了世界之殿 这一年除了西外亚超级杯 巴萨将所有能拿的冠军通通拿了个遍 西甲冠军 欧冠冠军 国王杯冠冠 欧洲超级杯冠军 市巨杯冠军 巴萨五冠封神 王朝独步天下 论奖杯数量 巴萨比六年前少了一个 但如果看含金量 2015年的巴萨绝对是史诗级别的 这一年巅峰MSN所向披靡 红蓝王朝如日中天 而缔造了这一王朝的最大功臣 当属梅西 西甲 欧冠 国王杯 欧洲超级杯 市巨杯 梅西在这五大顶级赛事中 荣赢五重射手王 简直史无前例冠军古今 从墨二王朝到孟三王朝 梅西碾压了一众王者 率领红蓝军团走过了两个时代 是巴萨当之无愧的神 而现在 王走 神美了 巴萨的孟四王朝 又该何时才会出现